架式一个MySQL Server 基本上就是 当然你要靠Apache 它是一个web server 一个网站的伺服器 另外的话就是MySQL 就这个 所以两个东西 如果你要彻底把它移除掉 要不就是你从这个地方按右键把它结束掉 要不就是你从这个假设先把它禁止掉 然后如果你关的话 它不会彻底关 它会在右下角这边 会有一个这一个 Apache这个SAMP的Control 你就按右键把它离开掉 这样的话才会彻底离开 OK 不然的话其实它即便你把它停掉 但是它还是常住在你的记忆体 会占用 只是说它没有被启动起来而已 OK 那如果你要真的把它离开的话 就是直接就离开了 OK 那当然如果说将来你要把它架式一个server的话 所谓的server当然就是24小时要开这个 才叫server 也就是如果你要在公司内部做服务的话 那理论上是不关 就是有一台电脑可能是不关机的 那你就用那个把它装在那一台电脑上面 那每一台电脑呢 自然就可以连到它那边里面去抓一些资料 资料库里面的资料 那这个MySQL基本上我上礼拜比较重要的部分 但第一个各位可以注意一下就是我们的上礼拜东西 基本上也是在问题01里面的表单设计 那基本上呢我有把程式码分开来 就是在买买MySQL这边 那首先当然上个礼拜我们是先讲到SS部分 如何用SS连线 那那个因为我们这边电脑没有安装SS 所以我们有透过那个ADO加SQL可以跟SS做沟通 即便是我们这边没有安装SS 其实也可以做沟通 那但是呢SS 当然它有个几个比较大的 应该算缺点吧 第一个它必须要付费的 因为它是微软里面的一个应用程式 所以你office如果你要加SS 这个应用软体的话 在授权上面的费用 会比没有SS来的高出很多 一台电脑 我记得印象中至少一台电脑的授权费 至少超过一万块 至少这个数字可能会还要更多很多 那第二个是说呢 它还是属于所谓的档案式的资料库 那所谓档案式资料库 它有个缺点就是说 第一个安全性比较低 任何人都可以打开 第二个就是说 它的存取的效率很差 所以如果说你大量存取的话 你会发现它会越来越慢 会越来越慢 当然不至于像以色列这么慢 因为以色列多人存取会比SS来的更差 差非常多 那至少当然它会比Sale 可是呢又会比那种所谓的 网站式的这种伺服器 来的还是要更差 因为另外就是连线的部分 如果说你用档案式 你可能要网方去做分享 可是用网方分享 还是有安全性上面的顾虑的 所以如果说要一劳永逸 我还是建议你干脆用一个 第一个 MySQL它是自由软体 那所谓的自由软体 并不是等于免费软体啦 OK那实际上它是自由软体的定义 你可以自己查一下 网络上应该有 就是你的使用是属于非盈利 非盈利为前提啦 OK你不是拿它来赚钱 或者你把这东西卖给别人的话 那当然基本上使用上面 都不会有问题 OK那第二个 它是属于网站式的资料库啦 所以基本上连线的 包含它的速度啦 还有包含它的这个 连线的品质各方面 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 还有稳定性也没什么问题 OK因为我已经使用它超过十年了 OK没什么问题啦 像我自己的论坛 其实也是用它来做 像我的论坛 你们查那个 查我的那个 关键字如果你查吴老师好了 应该在前几个 就会出现我一个教学论坛吧 吴老师的教学论坛 这边有没有 你点进去啦 这是我的那个网址 www.tqc.idv.tw 那这个论坛里面的话 基本上已经有六千多个会员了 那里面当然有很多相关的教学内容 如果有兴趣各位可以 那这个它就是利用后面的资料库就是利用那个 买西客来架设的 那这一项这样的论坛 大概我这一项论坛已经很多年了 超过五年以上的时间了吧 然后也没什么问题嘛 而且是24小时服务的 那当然你只要怎样把电脑开着就可以了 然后让人家24小时开着 所以其实 那另外就是你可能要需要有一个固定IP 那固定IP呢 那固定IP呢 再去跟再去申请一个所谓的固定网址 那因为我这个是IDV哦 我不是COM 我个人的 所以费用其实还蛮低廉的 好像这个我一次就给他买十年了吧 一年大概也才不到400块吧 而且还蛮方便 我里面是有一个固定IP 那这个固定IP呢 也非常简单 你只要比如中华电信 一般它会给你八个浮动的IP 可是其实八个里面你可以跟他申请一个固定IP 你就可以拿那个固定IP来架设你的网站 OK 我可能一般人不太知道 那另外就是说那个电脑的部分的话 像我这个也不是架在一般的电脑 其实我是架设在一种更小型的 因为耗电的问题 那金打器杖 我是架设在一个叫NAS NAS 所以你Google这个NAS 你就可以看到 它叫一个网路储存的NAS系统 PC用里面也有啦 或者是这些啦 它有一些相关的讯息 那我是用这边里面的这个 这家的叫Sanalogic 但是它这个是比较高阶的 它有里面可以放四颗 那实际上它其实还可以放 我是放一颗的 其实它价位其实还还蛮满低的 你可以不用那么那么大 你可以去查一下那个Sanalogic里面的产品 那它有蛮多的 像这个是放两个的 还有放一个的 这个是放一个的 这也放两个 那其实价钱它有高有低 但是它最大优势是 它的耗电量很低 也就是它如果休眠 就其实即便它运行 大概也好像才10瓦 不到20瓦的电力 所以基本上我只要在 有个地方 然后有上网的就是装光纤 即便在家里好了 你家里的平关应该24M 那你就申请一个吧 然后再买一个NAS 你就可以驾站了 OK你可以做很多用途 现在这些电商其实还蛮热门的 你不要拿来做一些东西 卖其实都没有问题 而且跟手机APP也可以连结 这些 当然这个是延伸性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自己再去玩玩看 这边延伸性 你说有个问题 没有问题 7-11比7-11还厉害 因为随时你想要学习的话 所以你要善用一些工具 可以让你的服务时间加长 因为你不是你服务 是server在服务 那server衍生出来当然有云端 所以现在有YouTube 或者是说一些部落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service 云端硬点等等的 那他当然好处就是说 像我即便上完课 我把它录下来之后 你们自己回去看 应该就可以自己看 又可以再复习过 所以通常 虽然我上课 其实进度我会希望加快 但是还好 大部分同学回去自己看看 问题就会比较少 否则的话像以前 每次一直都重复问一样的问题 其实我也很 头痛你们也很麻烦 因为你每次看到我就要抓着我赶快问问题 不过现在好像因为有录影的关系 大家都不抓着我了 都赶快放我走 因为你回去自己看看就好了 OK 那当然 所以你之后变成大家问的问题 都是真的我上课没讲到的 那倒也是好啦 因为我上课讲过了 就不要再重讲了 OK 所以利用一些工具 那上礼拜的部分 我想各位就是先把这个给软起来 因为后面的话 软起来之后呢 当然就一帆风顺了 但是还没软起来 你真的就是会很头痛 那怎么办呢 稀疊不行 要不然你试试看低疊好了 把它扣到低疊 那这一台不行 你换一台好了 我觉得应该总会 因为你的问题 我只有看过 其他同学有发生过 但是好像都是那些 我之前遇到的 就是都是那种小 都是可解决的问题 一定都是一些 好那再来的话 就是安全性 把它软起来之后的话 我这个地方 特别叫下面这边 你要软它的话 第一个就是把它先装在低疊 低疊里面的sample 然后呢 先执行这个setup 那如果你已经执行过的话 它会会跳出什么 跳出sorry 有没有 OK 那如果说你第一次执行的话 它会跳出一个head fun 开头 OK 那因为已经执行过了 所以它会跟你讲说 你不需要再执行 那你就直接再执行这一个 把它执行过 所以执行两个动作 那再来你只要start它 先start Apache 它是一个web server 这个web server 其实它就是一个网站 也就run起来呢 你现在这一台电脑 就可以当成一个网站伺服器了 也就是你上面可以放网页了 OK 可以 比如说你要放网站 放在这上面OK 那另外呢 你也可以拿这个来当什么 档案伺服器 比如说你要让人家下载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那其实这个也可以了 所以Apache的作用在这里 那MySQL呢 是我们资料 因为我们需要存取 所以 还是会用Apache 因为图形化界面 所有的图形化界面是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操作界面 那当然 那个MySQL它预设会有一些文字模式 就是就是很像那个DOS底下下指令 但是呢 那种方式对于一般来说 这应该是很困难的 所以在这边 它有一个管理工具 我们来看一下 Aspars大企 所以特别注意 我们E2 刚刚是先安装 安装再启动这两个 所以再来就是 开启它之后 E2 再来这个 Admin这个 这个的话 只要执行过一次就好了 什么时候执行呢 就是 你确定Security 它如果是 都红的 上个礼拜是红的 那你就再去 如果已经绿色 你就不用管了 因为绿色的话 表示你这个 这个Server是安全的了 那里面大概设定哪一些 就下面这个链接 你把它点进去 这边呢 设定那个什么呢 这个叫MySQL的什么呢 这个管理者的密码 所以你可能要分两次 第一次的话 进到这边 然后呢 它预设的那个Superuser 指的就是它的管理员 账号一定是论者 特别是要账号 那密码的话呢 就1234 然后因为我这边 已经设定过 所以我就不再设定了 那按这个 所以这个是第一次 第一次 那所以第一次 你总共三个 三个绿 三个绿灯 底下那两个 就是绿灯了 那再跳进来第二次呢 这个底下是Sample Sample指的就是 我们现在的 这一个伺服器 它也要设定什么 一个user 一个password 通常这个user 会是root 我习惯用root 因为比较好记 跟上面一样 那password的一样 一二三四 再把它save一次 再把它按一下 这样子的话 你就会是有 三个都是绿灯了 所以你在跳回security 你会看到 三个都绿灯了 OK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上个礼拜有讲到 那最后 今天的话接着 最重要的 就是说呢 那我们要怎么样 开始使用MySQL 其实关键就是这个按钮 OK 所以你要开始 使用它的话 就是把前面的都做完了 就开始使用MySQL 那因为MySQL 它本来的 就是管理工具 就是文字模式 就是比如说 你要下指令的 什么create table table名称叫什么 然后栏位名称 那当然对一般来说 是很麻烦的 还好呢 它这边有蛮贴心的 虽然它是自由软体 而且没有收你任何费用 但是它一点也 不会很阳春 该有的功能 该有的通通都有 OK 只是说不跟你收钱而已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怎么使用它呢 接下来按admin 进来之后你会发现 它会有个管理工具 那这个管理工具 其实这样就是图形化的 管理工具 也就是说将来 你不用寄任何指令 你也可以很轻松的去管理 MySQL 那这个图形化工具 因为它是架设在网站上面 不是将SS 是架设在Windows里面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什么 所以为什么要启动Apache 因为Apache 才可以启动这个网站 因为它其实就是一个网站的形式 OK 用网站的形式去控制MySQL OK 那启动它之后的话呢 首先第一个你要登录账号密码 那账号的话是什么呢 还记得吗 LUT OK 所以你要打一个LUT 然后呢密码的话呢 我上几半讲了 最好你都设跟我一样 不然到时候你忘记的话麻烦 那我是说1234 OK 按个执行 OK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会出现要不要储存 如果你自己练习的话 你就储存 如果你在公司使用 就不要储存 好 这个时候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就已经进入到 这个PHP MyAdmin的管理工具 就是我们已经进到MySQL了 等一下的话呢 就可以开始建立资料库 建立资料表 还可以建立我们要的 对应的栏位 那可以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什么 把上个礼拜的东西 全部搬到这边来使用 而且呢 Excel的VBA也可以跟它连线 是不会有问题的 所以请各位呢 我想先至少一定要到这边 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那个操作的画面 如果有不了解的话 在云端白板里面的那个问题01里面的表单设计 也有一个程式嘛 瓜湖MySQL 你可以参考那个画面 来去做相关的设定 里面其实还蛮 详细的把那个需要的画面把它拍照 拍照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各位 多练习啦 因为这个MySQL 我还蛮推荐的 因为它基本上 对于企业来说 真的还蛮有帮助的 因为第一个 它没有费用的问题 老板一定最喜欢 第二个呢 它的效能上面也没问题 稳定性各方面也没什么问题 剩下来就是 你会不会用它而已 如果你会用它 你就知道 这其实是好用的东西 因为我用这个东西 也超过十年了 所以 它其实不是个玩具啦 所以基本上 可用度其实还蛮高的 试试看 那所以请各位 先把那个上个礼拜 Sample 记得如果你上个礼拜 已经有解到那个低叠的话 就是在执行 看看有没有安装 如果就把它先让起来 确定是 安全性有没有设定好 如果有 那就换下一个 就admin 把那个php 那个 那个mySQL 把它执行起来